洋洲是一个宜居休闲慢生活的一个城市 但是洋洲厨师的刀法和我们的慢生活是截然相反的 以快刀著称 韩健从厨多年 身怀一套娴熟的刀法 在他看来 刀工是一名合格的淮阳菜厨师必备的技能 说起豆腐呢 其实我曾经见识过洋洲的一种做法叫做纹丝豆腐 我觉得这道菜已经把这个刀工运用得淋漓尽致了 是不是 对 咱们今天是不是也要做这个 咱们今天做纹丝豆腐的这个创新版 要使用玄刀法 玄刀法 听着挺玄的 对 纹丝豆腐是淮阳菜的经典之作 最大的难度就是将细嫩的豆腐切成发丝状 扬州人为什么对一块豆腐如此痴迷 并且大做文章呢 西汉时期 相传淮南王刘安无意间发明了豆腐 豆腐因味道鲜美而广泛流传开来 扬州人也有了吃豆腐的习惯 如果说是谁将扬州人制作豆腐的工艺推向高潮 那就得感谢乾隆皇帝了 这个菜呢 还有一些典故了 就是乾隆皇帝啊 下江南的时候 一个老和尚叫文斯 他呢 把这一道素食啊 给了皇帝 就是用豆腐切成丝 皇帝呢 吃了呢 龙岩大粤 使得这道菜呢 这个名声大噪 乾隆皇帝几次难寻 都是沿运河而下 抵达扬州后 在御码头登岸 驻碧天宁寺行宫 天宁寺僧人文斯将拿手菜豆腐汤 献于皇帝 博得龙岩大粤 于是一道豆腐菜肴 就完成了从寺院到宫廷 再到民间的流传 像文斯豆腐这样 把豆腐切成丝已经很有难度 而罕见说的玄刀切法 又有哪些难度上的升级呢 先给它压一个形 你能听到那个声音 但是它其实下面没有断 对 我明白了 其实就是前面这个刀的 压的刀 这个尖上它是落在案板上的 但是底下这块它是翘起来的 角度掌握好 对角度 角度15度到18度之间 所以你的刀切到的地方 它并没有断掉 对没有断掉 切得这么细 居然还能看出来就很成型 它不像是那种 就觉得是变成一摊 或者一坨那种状态 好 下到水里这是关键 对 豆腐入水 立刻展现出绣球的形态 豆腐丝根根分明 虽然这玄刀法看着就难 我还是忍不住想来体验一把 其实我特别害怕是它切断了 但是如果太高的话呢 打开不了 对就没有一丝一丝的感觉了 对 为了保持刀不落案 我绷紧了手腕 不到一会儿就感到一阵酸胀 看来如果不练上个三年五载 想把嫩豆腐切成丝是不太可能的 有一刀断掉了 对 它就不成形了 明明想想算是半朵吧 是不是 豆腐作为最普通的食材 因为点制的方法和含水量不同 在口感上形成了明显差异 卤水豆腐俗称老豆腐 卤水滴进豆浆 就能让豆浆中的蛋白质分子发生凝聚 直观来看就是豆浆中产生的一团团豆花 卤水豆腐含水量少 质地结实 适合煎炸炖炒 扬州人偏好的烫干丝 就是卤水豆腐经过压制脱水制成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制作绣球豆腐所用的嫩豆腐 也叫内脂豆腐 葡萄糖酸内脂属于酸类凝固剂 可以让豆浆中的大豆蛋白 在它的作用下形成蛋白凝胶 这种豆腐含水量更高 质地更加滑嫩 适合凉拌做汤 清代著名美食家袁梅 曾在《隋缘食单》中写道 豆腐得味远胜燕窝 那么韩建制作的绣球豆腐如何得味 又是如何与名贵食材一较高下呢 我们现在做套汤的过程 套汤什么叫套汤 豆腐它毕竟是黄豆做的 它有豆腥味 豆腥味 对 我们先在正常的母鸡汤里面 套一下 对 把它的豆腥味去除 去除以后 我们在面前所用的这些食材 就是顶汤的食材 有两个汤 先用鸡汤 然后再用这些食材来调顶汤 对 包括我们这些火腿 干贝 老鸭 老鸡 这些东西 反正 Equip 就会吃的 来 你 不要 пу 我 对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是太不容易 稍微轻轻一点 慢慢地品味一下 它那个汤吸入豆腐的这种感觉 慢慢地抿一下 因为在这个顶汤里面 已经煮了这么长时间了 所以它真的是把那个鲜味 把汤里那个鲜味 把食材里面的鲜味全部吸进去了 所以你一点都不会觉得 这个豆腐太白了 汤头清清亮亮 豆腐洁白如玉 凭借一把锄刀和一套熬汤的本领 罕见将最普通的豆腐赋予了世间美味 在千年的时光流转中 人们没有因为豆腐的普通就怠慢它 而是凭借双手和智慧 让它焕发新生 创造出一种又一种神奇的味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